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外观采用的是铝束板和铝刮板 中间是有铝合金骨架 它跟普通的那些 这个价位左右的增幅基本上都是用玻璃缸的 我们这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现在我们进到车里面看一下 进门的右手边的话是一个散架库 散架库的话它这个空间的话 整个空间感是比较不错 就是说两个大人的话是完全是没有问题 这边是我们的卫生间 卫生间的话我们配一个赛特福德的那个马桶 然后里面是有配了一个50升的 40升的那个家用的热水器 然后我们这个马桶是便携的是吧 对 便携的 便携的赛特福德的 对 然后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就是小窗户 顶上有一个双向的那个换气扇 这个卫生间感觉还是蛮大的 洗手盆也是比较大的 这边是有个花洒 很多时候他们就看不到 就以为说没有 对 这个是臭辣式花洒 然后它这边是有一个可以插在这上面的就可以洗澡的 卫生间是比较大的 对 然后我这个180斤 哎哟 透露秘密了 我180斤转来转去还是很方便的 好 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边是一个U型沙发 U型沙发的 然后平下来的一刻呢 那也可以变成一个涮的床 它这个宽度的话是1米3米 就是平日的话就这样的摇下来 车上也配了一个那个沙发垫 然后给大家移植一下 沙发垫放在我们的上坡 这个就是睡两个人是没问题的 对1米3米 然后还有我们这些窗户 窗户的话全部都是 用的是专门出口到德国的一款那个承办的那个窗户 它这个是做工的话 品质的话是非常不错的 上面是有个沙穿 下面的话有个遮压 这边是一个那个操作台 就是说旁边有个电子炉 这边是有个那个洗手盘 下面这个是一个加大的那个太阳能控制面板 就是说你我标配的话是一块太阳能板的 然后你再装四块的话 你这个太阳能控制面板的话也是不需要换的 我们一块是一百瓦还是一百瓦 一百瓦 对 这边是一个水泵开关 这边是一个五十升的那个冰箱 这边是一个主物的空间了 电池炉 220的 220的多少瓦 对 这个是两千的 两千的 接外电才能用 对 接外电才能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配那个 一级能耗的变频空调 这个空调的话就是说你用电量比较省电 而且比较静音 然后我们那个水箱是多大的 水箱是八十五升 水箱八十水箱呢 灰水箱我们这个是没有装的 它有这个是那个 有一个位置可以装 但是我们是直接就排下去 直接排 对对对 大家可以装一个移动式灰水箱下面接水也可以的 对对对 因为有一个位置在那里你可以装一个进水箱 我不建议你们装灰水箱 灰水箱的话洗澡的话就是说可以接个管来引到花园 就是那个旁边我们露营肯定会有一些花团什么之类的 然后把它引到里面的话就比较好一点 嗯嗯嗯 那我们那个电池是电池是一百安时一百安时的 也可以自己加大的 对也可以自己加大 最主要它这个呢 最主要是给你那个车上的照明啊冰箱使用的 然后看出我们这个沙发卡座上面一圈都可以储入的 都是可以储入的 储入空间还是蛮大的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不同于很多车 我们这个车的上铺不是很高 然后下铺呢很矮 最主要是给住人 因为你这个再往高一点的话 你上下坐的就没有那么舒服 嗯 或者是你上面下面舒服了 上面的话只得睡小孩会更舒服了 对 就我感觉上面下面空间都比较大 睡起来可能不像那么一般的那么拥挤设计的那种 对 这边的话是一个车的空间 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可以配一个便捷式的那种厨房 还有煤机罐都可以往里头 你看然后就是这样 哦 它就是说也可以长出一块来的是吧 方便一点 哦 这边看一下 这里也是有很大的 这一个空间箱的话是比较大 这里面是空的 从沙发底下的话 你也可以按摩机也可以取桌子 哦 这个是很很大的里面 通透的 对 它这个车的储物空间是很精致的 对 这边的话就是外面的接口 然后这边是一个水箱 水箱加水箱 这个车的窗户也是蛮多的 大凉的话我们是用专业定制的刷面固形的热固形大凉 不容易不展秀 我们这个底盘是自己做的是吧 是定制的 定制的啊 你们这款车的价格怎么样 8万8 8万8啊 满极字数字啊 应该团货有优惠的是吧 这个以此以来都是8万8 就是8万8 我们烂飞笑了 也可以有优惠的 我感觉应该可以多少优惠一点的 展会订车的话 可以适当的送一下 展会订车可以送东西啊 OK我们感谢辣妹对这款车的介绍 谢谢